辽宁610秘密文件,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再度升级,伴随着所谓的扫黑除恶中共骚扰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也同步展开,日前海外曝光一份辽宁省610办公室内部文件,内容为布置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专项行动。 文件显示,从10月开始,中共已开始系统性的升级迫害广告日前,其方杂志寒冬Bitter Winter率先公布了这份中共机密文件,该文件由北京下达给各个有关部门,其中包括辽宁各地的610办公室、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这个文件,被称为防范打击法轮功的专项行动方案。 由公安局具体负责实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等相关机构配合,行动时间是10月到12月这份机密文件,详细列出了这轮迫害行动的具体措施,包括要求使用主动进攻、高压恐吓、建立专案等打压方式。 文件显示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学法小组、真相资料点成为中共这轮打击的重点文件,并列出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具体活动。 包括悬挂横幅、图写标语、制作散发真相币、发真相短讯、拨打真相电话等。 为阻止真相消息的传播网络、媒体是中共这轮打击的重点之一。 文件列出了对微信、QQ等社交平台的监控、打压方式,包括关闭或屏蔽法轮功学员为讲真相、建立的群组和账号研打群组管理员等海外媒体大纪元、新唐人等网站,也在文件中被列为打击重点之一同时。 向海外媒体曝光当局恶行的国内民众也将遭打击文件,还要求对法轮功学员办的明慧网、明慧期刊地方版以及明慧网的信息源、记者、编辑进行重点打压。 文件还特别提到继续进行去年10月开始的敲门行动,并称要对上次没有覆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补销,并搜集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 包括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文件,要求法院、检察院提前介入协助定罪、批捕、起诉、审判等,并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列为打击对象。 要求律师按当局的抑制结案和辩护文件还要求强化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多采用酷刑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610市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 1999年6月10日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立,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释机构各级610办公室,拥有调动和组织同及所有党政部门镇压法轮功的特权。 其中包括实施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虽然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在今年3月,被并入中央政法委,但上述文件显示,它依然作为独立机构。 在政法委体系,内存在和运作11月2,6日曝光该文件的寒冬杂志主编Maximo Introveni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向国际社会公布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他建议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发声谴责Introveni说,中共设立610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迫害法轮功,现在也延伸到其他宗教团体,610是中共镇压这些团体的工具。 时政评论员恒和,表示这份机密文件内容,提到很多具体的措施,这表明中共610办公室,公安部门也在假借扫黑除恶的名义。 一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说上述文件,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尤其是对于打压宗教,信仰迫害,打压人权他没有按照法律,或者哪怕是公开的规定,而只能用秘密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如果要把法律公开了,他就不需要任何文件了,但是他也就没有办法打击宗教信仰了,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图为10月21日。 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游行中打出抗议中,共借打黑绑架好人的调伏,带兵大纪元。 2018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共九个中央督导组进驻山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九省市,标志着中共所谓的扫黑除恶全面铺开。 与此同时,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骚扰、绑架活动,也借扫黑除恶全面展开。 而辽宁市中央第一轮督导的省份之一,其实早在今年7月,中国多个省份已经陆续出现假借扫黑除恶,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行动。 法轮大法明会往11月17日消息,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1月至10月中共政法委,610,公安部假借扫黑除恶之名,在大陆各地绑架法轮功学员3944名骚扰3783名学员。 2017年中共在全国实施所谓敲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挨家挨户的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